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防车游 我们是周五下午出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挪威的森林 这座山的话 就是在我们家附近 提起挪威 大部分人的话 会想起五百的那首歌 挪威的森林 还有就是春上春树的那部小说 挪威的森林 大家看一下挪威的 大片的草地牧场 那个刚刚过去的白色的东西 是农场主做的白色的草 然后卷起来之后 是冬天的时候给牛羊吃的 挪威的话 现在已经慢慢进入秋天的季节了 现在就是秋高气爽 道路两边的话 都是成片的森林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很高属的树木 冬天的话会特别好看 我到时候给大家分享 有一点风吹炒地 现牛羊的感觉 这是我们家小朋友 路边的黑色房子 这个是我家小朋友说 山上有人在跳 我们以为是跳什么呢 原来是在跳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极限运动的话 不知道大家喜欢吗 这个是挪威的木质房子 在挪威的话 大部分的家庭都是木质房子 城市的话 就是钢筋选泥的比较多一些 在乡村的话 基本上95%以上 都是这种木质房子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地方 当然我们住的话 不是在小房这里 是在我们的房车上 这边的环境还挺好的 一山半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宁静清静的环境 我前几期视频的话 有给大家分享过 挪威的房车聚集地的一些价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以后来挪威的话 可以来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家小朋友 在帮我们弄这个桌子 然后这个的话 是给狗狗散步的地方 然后它写着的话 就是一定要拿塑料袋 给狗的一些排泄物 要剪出来之后 放入垃圾箱中 这是我们前面的一些风景 我就是特别喜欢 这种山呀水呀的地方 看的话 会让人感觉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 感觉心较宁静一些 旁边的这种小黄色的房子 也可以租 然后入住 这个的话是帐篷 像这种房车的话 一晚上呢停车费大概是三百块钱左右 如果用电的话会加五十块钱 大概的话就是一共是大概两百多到三百块左右人民币一晚 这个是小迷你高 小家庭的那种小迷你型的高尔夫球 这是我们在旁边散步 这是漂亮的可爱的垃圾桶 小朋友们 我们跟他一起在玩 当然我们不是专业的 就是玩一下的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家 是爸爸带着两个孩子 美丽的天空 这个房车聚集力的话 有小朋友可以骑直行车 这种 就是三十分钟 三十克狼 三十克狼的话 大概人民币二十五元左右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房车游的第二期 我会陆续上传 记得关注我 我是在挪威的小米 我们下期见 拜拜